台北市环保局的清洁队员 头戴帽子跟防毒面罩 背起稀释过的化学药剂 沿着马路周边喷洒 机关署在18号公布 台北市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 个案是一名居住在大安区的民众 因此19号一早 台北市卫生局 环保局和礼办公处等单位全体动员 进行大规模的消毒作业 就是那些花盆的那些积水 都会清洋 这边还做得不错啦 我都环境 只是突然你说来一个病例 其实还是会担心 我们不要担心是小孩子 喷完之后呢 然后窗户门可以紧闭 然后半个小时之后 再把它打开通风 然后那个宠物那些都要带出来 那通风以后人再进去 再去清理这样子 沿着个案居住地周边 进行化学喷销 清洁队员丝毫不敢马虎 沿着排水沟盆栽 草虫边仔细喷洒 甚至直接进入店家销 消毒希望能够扑灭登革热病霉纹 降低住户的感染风险 我们喷药主要是如果是境外的话 就是半径50公尺 那如果是本土的话 我们就是半径100公尺的范围来喷 那如果你自己不是这个范围里面的 想要喷药的话 你可以自己请那个储虫公司 病霉公司去帮你喷 除了一般店家 就连住宅内也不可轻忽 卫生局特别在住户大门口 张贴消毒公告 提醒住户敞开大门 让清洁队进入公寓的公用楼梯街 或地下室的阴暗处喷药 希望全面落实防堵疫情 确保市民健康 记者曹灯华采访报道